希望小巷回家了 希望小巷回家了 大家手忙脚乱 从小巷铺满里 倒出了满桌零钱与钞票 认真清点 一边数着零钱 另一头则是用机器点收 这是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 希望小巷回家的活动现场 你直接把同一个面额的牌 仔细数着这段时间 一点一滴所存的金额 可是用来延续孩子们的梦想与希望 爱心不分多寡 大家都共相胜举 我们中心一向都是 非常重视工艺活动 然后我们也做过 那个义卖捐款 那这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感动 团队里面的成员说 我们应该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可以节省 你自己的一些同伴 就可以做爱心可以做慈善 充满爱心的希望小巷公益活动 不只让家长尽心贡献微薄之力 也借机灌输孩子们正确的 储蓄观念与帮助人的共益心 那我觉得呢 因为我的儿子呢 今年两岁 那我觉得我就是告诉他说 弟弟我们呢 只要每天呢 存下十块钱 就可以帮助呢 很多呢 其他的小朋友 也可以呢 尽我们一点点的心意 然后呢 可以回馈这个社会 我觉得呢 这个做慈善做供应 一定要有人去带动 甚至于呢 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去教育下一代 教育身边的人 让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从希望小巷开卖 到现在回家 看见大家做公益的爱心不灭 相信这绝对不只是 一场活动而已 更能够把孩子的梦想 通通铺满 意义非凡 案例新闻成立云雕震潮 台北报道